桑枝 其实 我刚刚在里面唱的歌 我是想唱给你听的 是你以前你说 长大了之后 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成年了 桑枝 原来你喜欢那样的 我喜欢你 早餐 你拿着给我们吃吧 好的 那我天成的那样的 让别人来照顾你 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哥哥 嗯 我有一个秘密 一个 藏在我心里的秘密 不要跟我说啊 就 因为 有个 好喜欢的人 跟她 就是不喜欢我 谁啊 我不能说 跟我也不能说 那你跟我说说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对你好吗 就是她很好 对我也很好 可是她对谁都很好 那是彼得喜欢了 行吗 总之 原来你喜欢那样的 那我变成那样的好不好 然后只对你一个人好 这样我们丧志 应该就不会这么伤心了吧 让别人来照顾你 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哥哥现在也好起来了 就是 你年纪比你大了点 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你就嫌我老 现在四舍五入 你也快二十了 那我们丧志也长大了 我在干嘛 他 看那么帅啊今天 来老段 角声好听的 过年了 给你发个红包 太好听的也说不出来 要不然 叫哥哥怎么样 你大哥 叫大哥 你大哥可以 哥哥 你那一句 在外面喝多了 我告诉你 你那字恶心谁呢 老段 这毕业几年 你咋越来越恶心 吃外食啊 哥哥 你看他们又说我 我天哪 我忙哪了 从今天开始 桑妍 我哥哥 神经病啊 可以 桑妍 你从来吧 我觉得可以 可以 可以 我们走 来来来 走一个 哥哥 你叫我哥哥 听到这两个字 现在就想吐 你呢 他是不是 有 有什么事啊 我感觉他今天 不是很正常的 来 我跟你说 他有什么事 来 颐和氏精神病院 你回去了以后 可以直接入院了 哥哥 你这么贴心啊 医院都不往转好 大老爷们不要叫我哥哥了 好吗 怎么了 哥哥 来来来 来 妹妹 我给你换个位置 我真的 我还没喝酒 我就要吐了 来 你坐过去 你坐过去 好吗 哪来的女朋友啊 要不然 你给我介绍一个 我怎么可以介绍啊 我身边都跟我差不多大 跟你差不多大的 也行 他 他是认真的吗 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还能接受 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应该就接受不了了吧 毕竟对他来说 我只是一个哥哥 假如我们是现在认识的 他应该能把我当个 同龄人来看待 可能在他眼里 我永远只有十四岁 我永远只有十四岁 这是你 女朋友吗 不对不对不对 我怎么听说 你跟姜颖在一起呢 我跟姜颖在一起 姜颖是谁啊 你以为那个是我女朋友 不是那种关系 你是觉得 他好像也喜欢你 没有 嗯 就是因为这个人看着我长大 他能对我有这样的心思吗 那姑娘不是喜欢你 你直接跟他表白不就完了吗 不行 得追 主要是我家姑娘 她一直都觉得 我不可能喜欢她 所以我还是得跟她摊个牌 怎么了 有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老哥我突然约你 该摸摄要跟你表白吧 我有一个秘密 有我有一个好喜欢的人 谁啊 我不能说 哥 桑志 这是我第二次这么近距离的见到他 见到小桑志 他也很高兴 你怎么也不喊人呐 哥哥好 哥哥好什么 哦 哥哥好帅啊 你不要脸啊 他很好 别晒伤了 慢点 但他好像对谁都很好 他还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光 是我要光跳 可能在他心里 我们不会有除了兄妹以外的关系 那真的 原来时间真的有魔法 拉近了我们的高度和距离 我 我的梦想 断 家 虚 无重 希望有人可以陪他 希望 那个人生